几个部分看 第一个我大概就是 先把那个资料读进来 另外就是Eclipse 如果这边太窄 你可以这边有一个放大 他可以最大化 他可以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要缩回来的话 就再把这个按钮再回来 这样子可以放大缩小 OK 那其他的话像Eclipse的设定里面 如果你假设 以后的环境乱掉的话 他有一个那个Viewer 他可以让你把它还原的设定 可以把它 整个reset OK那反正这个环境慢慢就习惯了 你用久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需要 第一个我把那个档案读进来 所以我把那个 File那个部分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 就是把这个档 从外部读进来 所以你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从云端上面下载 记得是下载成那个CSV 下载格式 第二个的话 找到他的路径 按右键你可以看一下 他用那个 编辑或者是用那个记事本开的话 另存新档这边是YouTube8 那微软的话 目前是Ansi 但是我发现 他慢慢有改进 微软好像慢慢 会把它转成 unicode 他 Ansi 里面就是Big 5 我刚刚讲的东西 那只是说很奇妙的 大家都用 YouTube8 可是我最近看那个他的新版 Office 2016 他已经变unicode了 但是他很奇怪 他又跟别人要不一样 他又给他弄个 上面这个unicode 他又不是YouTube8 那unicode跟 YouTube8很相似 都是unicode 但是问题标准不一样 很奇怪 你想说微软你为什么不跟人家都一样就好了呢 就觉得很奇怪 不过没有办法 人家 因为他 基本上很大 所以很大的时候 他不可能要跟别人 应该是 他会希望说别人跟他一样 可是自由软体联盟 当然也不可能说 我干嘛跟你一样 你是商用软体的最大头头 所以他们现在有点像角力对抗 这个我想你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 那到底谁会输谁会赢 其实这没有标准 没有答案 因为 我觉得在自由市场里面 有服务 付一点费用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付的费用 太高 你当然会想要 找没有 比较可以不用付那么多钱的方案 但是如果你付的太少 很多公司又撑不下去 因为你没有利润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个 很难的一个平衡点 你说 这样怎么 有的说你做一些事情 如果收入太少 你会觉得说 做这要干嘛 做义工吗 如果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话 你会觉得好吧 那继续做一下 可是如果做这件事情 感觉好像你做这么辛苦 但是没有适当的回报的话 你会觉得说 那我何必 对不对 所以一样的道理 不过前提是你可能要 自己要增加自己的 附加价值 OK 不然的话 你没办法 就是 掌位 那这个地方编码方式注意一下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 用那个什么 用程式去开启他 那我前面讲过 我是把他另外又存一个档 就是 我这个档名本来叫做 DI Dictionary Show 1 我把它改成 底线CSV 针对CSV来练习 那档名特别重要 你复制的时候记得 这边一定要加一个反斜线 后面给他的话一定是完整的 完整的档名 记得点CSV这个也一定要 你之前有同学是 复制 但是忘了什么 把这个 复档名加进去 那就发生错误 这个可能都是 都是细节 好那再来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encoding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档案读进来了 那读进来之后的话 我可以用f 点realize 还记得吧 前面讲过反正 档案读写 我觉得在Python里面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好记 就三个模式 这是第一个 到哪里分段呢 到这边分段 他就变成一个斗点 然后换下一个 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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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行就一个 然后呢 最后中刮五结束 就把这些读到 读到list 1里面 好那这个第1个 我们已经把它读进来 第2个我要做什么呢 再来就针对这个list 1 做切割 但是问题来了 我切割的范围就是说 我第1个是 南卫名称这个不要读 底下我都要的话 而且要的部分是 这个里面的第1个 跟1234 跟第5个 第1个跟第5个 他的编号一定是0开始 所以0跟4 0跟4要其他不要 OK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我如果要第1个避开的话 那我本来是for each的写法 是for line in这个list 把它全部读过 但是如果我要避开第1个 你可能要用 用range来写 我前面好像一直强调 那写的方法就是for I in range 哪个range 从第1个帮我读 他会避开0 第1个是0 0这个地方避开了 所以从1开始 1的话就第2列 然后呢 再到整个全部 都帮我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我做什么呢 他会先读这个进来 那帮我做什么 还是切割 切割的话呢 那我用什么切割呢 我用split 逗点 他这边有逗点 帮我把逗点逗点隔开 那split之后的话呢 读到哪里读到 list2里面 OK 所以切开来之后的话基本上 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以这一笔来看 应该他这个就先读进来 然后读到一个list2里面 假如说list2 他的那个结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中国阿谷 逗点 第2个逗点第3个逗点 但是因为经过split 特别注意 如果split之后 因为他是一个自串的一个 自串的一个方法 那切完之后 过来的 哪怕你原来里面是数字 他也会自动帮你加上这样子 变成自串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切完之后丢过来的 全部都变自串 所以如果你将来里面是 数字的话你要转型 否则会出错 那把他丢过来之后 split 切完放在这边 那我要取的是哪一个呢 取的是 第 0个 跟第4个 其实 应该是编号0跟4 所以我就把什么 那刚好呢 0刚好是key 4是value 所以我可以把第4个 第12的4 放在 DIC 1 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再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张 张永华 然后在吴钧梅 一直到 丁小羽 所以这个dic 里面就放这个 跟他的平均成绩 这个跟平均成绩 有没有 这样一个一个放了 看得懂这意思吧 这个虽然城市没几行 但是都很重要 OK 这边主要是因为我要避开第1个 第1个这个 所以我把它改写 不然的话如果第1个 假如他不是栏位名称的话 那你可以写 for line in this one 这样就OK 就全部的意思 for each上面是for each的 下面是 一个range 就是跳开第1 跳过第1个 往下读OK 最后读完之后 底下一样把它切开来 一个key 一个value 然后最后的话 把里面东西分别 读出来并且输出 如果这个部分 底下先不要执行 因为底下这个 我看 要下一阶段 不然的话这个都还没有成功 你下面 失败了你会更觉得 怎么全部都哄哄的 你看这分段好了 这一段OK了 下一段应该 就比较简单 来慢慢执行看一下 这个执行完之后 如果看到结果 全部读进来的话 那就恭喜你 应该没问题 有没有 张永华的成绩 是80分 刘小华 张永华 一个一个 结果比对一下 80分 69 诶 丁小语 他怎么读到哪里就停 是不是好像没有 没有全部读吗 B 这边有啊 所以他读到哪一个 张君雅 刘志强 这两个没有出现 为什么呢 啊 有重复的资料 所以 所以可见得 那个Dictionary里面还有个特性 也会 所以是大瓜糊跟SET一样 SET里面呢 刚刚有讲过嘛 SET 大瓜糊 他 会自动把你 重复的资料给去掉 所以Dictionary 这也没有特别注意 所以Dictionary应该有类似的特性 就是如果说你有重复资料 他就自动把你 剔除了 这个主要就是跟那个资料库概念一样 资料库里面不能有重复资料 有重复资料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 还蛮人性化 Dictionary里面又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他会自动 把重复资料 给剔除 那剔除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在Key 因为 应该可以知道Key吧 在资料库里面 Key是 unique的 unique就是 唯一的 就跟你身份资料一样 你不能说 我身份资料跟别人重复 那麻烦了 以后警察 如果另外一个人 重复的人 他是有坐监犯科的 结果反而害你被抓去关 这样合理吗 这样好像不合理 对不对 一定不会重复 像车牌也不会重复 OK 所以这边的话Dictionary 所以我讲过 Dictionary他主要被创 创造出来就是希望不要重复资料 配合资料库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新的 那只是说要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需要有一点点功力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从 把那个 之前用 输入的 变成外部读取 其实工作里面还蛮多 反正人家汇出 ERP的资料给你 应该也都是文字档 或者是说人家汇出一个 资料库档有的时候可能是 XML CSV 类似这种格式 那你必须怎么样 自己再把它读到 程式里面 然后去做处置 当然如果你用 VBA 是OK 但是如果你用Python 其实我们大概 未来看的眼光远一点 未来如果说你要处理这种大量资料的话 那当然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 读进来做后续处理 OK 那我刚刚讲的那张证照 其实它延伸的更大 它可以可以再加一些东西 并且画出那个 现在比较夯的 叫 视觉化报表 OK 所以以后你如果具有这种 画视觉 视觉化报表能力 而且可以自动化 并且能够 智慧化 AI 有没有 老板要什么 自动给他的话 哇 那不得了了 你这应该 就是老板要的 你工作上应该就 无庸置疑 不用担心有那个 还怕你工作 做不完 那目前能够做到 Excel里面最简单的工具 就是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表 如果你要能够自动化 就要配合VBA 然后在Python里面 一样有类似的 相关外部套件 一样可以做到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 愿意花一点时间 我相信以后 这东西的话 你的市场就会更宽广 OK 试一下 读取到那个 刚刚的程式里面 Diginal 并且 把它再输出 这点